剛才我在節目上講的問題 講得重溶覆覆都講過很多次 所以我不再這裡重複 或者有沒有兩三個問題可以回答 兩件事來的 我說如果純粹是你的言論自由 在你的言論自由的層次那裏 你可以討論 但是如果在學校 它是有一個既定的目的 有一個教育的目的 而它的結論 並不是一個開放式的結論 即是說你的結論 不會說港獨也行 不是港獨也行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學校裏面是沒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一個開放式的討論 是並不適合在學校裏面 但是去到香港的討論 已經會去到會國的層面 你講一些很仔細的問題 我只是說如果你要令到香港獨立出去的話 這是一個叛國行為 但是當然它會有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 你從港到真的做的話 它會有一段距離 但是你怎麼可以保證 那些學生 講完之後不會去做 這件事是值得大家去想 請問CY昨天也問 會否擔心因為它的討論 引發了更多社會討論 它就說司令報告之前已經有人討論 但客觀效果其實是 他司令報告之後就變了頭版 他這幾天講完就變了頭版 客觀效果上 是否因為他引發了更多討論 有一些事情 就好像今天這樣 都不是我主動上來去講這個問題 都是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去回應 我再講一次 如果特首在一個施政報告那裏 一小段講的話 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大家的支持或者大家都講的話 我想香港的問題很容易解決 再補充一件事 事實上 對這個港獨的言論主張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發展過程 學院的專輯講這件事之前 其實已經陸陸續續你看見那個發展 是越來越刺熱的了 所以行政長官先有這樣的回應 但是你說回應了會不會令到 不支持港獨的人都會去支持港獨 會否覺得整個這樣做 就是有些奇怪呢 有中資有背景的傳媒這樣做 甚麼報紙有甚麼背景那些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亦都不益測 中資沒有說有個字 在額頭那裏 所以我覺得作為報紙 正正就是言論自由 這個我是沒有異議的 如果他認為他要發表這方面的言論 而是言論自由之內的事的話 我只能夠表示尊重 他喜歡說甚麼就是他的言論自由 如果你不是有一個很確切的證據 或者你是指名道姓 就有得討論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是非常空泛的說法 我覺得言論自由 他講 他講他寫他寫 他寫 好嗎就是這樣